萬眾矚目的焦點 馬刺怪物狀元Viktor Wenbanyama 今天迎來生涯第一場NBA正式比賽 對手是由Luka Doncic 領軍的達拉斯圖星俠 斑馬狀元先發登場 讓新賽季馬刺的第一場比賽 就備受期待 正式開打 馬刺氣勢非同小可 迅速打出六比零開局 最重要的 比賽進行三分半中 Wenbanyama獲得壺頂機會 三分出手空心破網 標進NBA生涯第一顆進球 是一季三分彈 瞬間引爆全場 齊聲歡呼 隨後主力後衛 Devon Vassil 快攻機會 秀出轟天雷灌籃 更讓馬刺主場氣氛是嗨到最高點 黑山軍聲勢大震 第一節先發五人都有得分紀錄 Wenbanyama則是投進兩顆三分球 幫助馬刺用單截四十三分的 瘋狂表現硬是壓過獨行俠 不過第二節開始 獨行俠在Luka Doncic的率領之下 持續追分 加上新隊友Gram Williams 第二節合計十八分 讓獨行俠半場沿用五成命中率 一直緊腰比數 半場六八比六四 馬刺小贏四分 這場溫班Yama處女秀 最大的問題就是犯規麻煩 第一節兩次犯規 第三節吞下兩次的進攻犯規 嚴重縮短他上場時間和防守效率 獨行俠則是倒吃甘蔗 尤其在Doncic 整場三十三分十三籃板 十助攻的率領下 第三節結束反倒以九六比九一超前 最後一節 雯班Yama推下個人第五次犯規 但最後階段終於打出影響力 墨傑五頭四中拿下九分 生涯第一場攪出十五分 五籃板三顆三分的表現 無奈Luka Doncic太厲害 關鍵時刻連頭帶船 搭配凱瑞 Irving 墨傑回神 整場二十二分的支援 獨行俠雙星接管戰局贏下比賽 中場獨行俠一百二十六比一百一十九 擊敗馬刺 拿下開技首戰勝利 用行動告訴斑馬 嘿嘿 歡迎來到NBA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